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林风骚数百年 娱乐圈中的新人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 泱泱大国 有言有才 有义的人并不获缺 但能在娱乐圈这个漩涡中站住脚跟 着实不易 大部分人被卷走吞没 宛如过眼云烟 而真正的强者却如恒星 孤独地闪烁着 肖战一直以来就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明星 爱的人爱惨了他 恨的人恨死了他 无关的路人或许会道一生 明明艺人本身没什么事 可他煮糟怎么那么多事 一顿饭上了六个热搜 可探大明星连好好吃顿饭都是奢侈的 不过 有道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将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经受助常人难以忍受的苦 方杰是所罕见的果 肖战无疑是很优秀的 有言有才 有天赋 先天条件优越 可以说是老天也少饭吃 为人他是上进 性格坚韧绝强 不屈不挠 本性善良 心胸宽广 格局宏大 后天努力也是满集 木秀人杰 极恨多 棒北生却也是搓磨的时 逆行的风 成就非一般的成就 2020与2021 冰火两重天 商务紧锣密鼓官圈 身份地位攀升 排面越来越灰红 于田川是今年第15个代言 也是第5个全球代言人 全球代言的节奏明显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是所代言品牌均是各行业的优质 有这个实力 另一方面随着代言数据的持续走好 肖战的代言价位也是水涨船高 当然这属于商业机密 不过黑子所谓的肖战便宜论已成笑谈 肖战在严酷的2020都没有自降身价皆商务 更何况现在的情势 肖战的价值只有你想不到 于田川为官宣肖战为全球代言人 可以说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先是地铁铺悬念广告 官宣日 一是上海 北京 杭州 重庆四城地铁地广 二是微博 某斗 TNZ系列15平台 共17个平台开屏 三是梦幻十三城户外来的大屏 四是美国 英国 泰国 日本四国同时大屏展现 微博 NSFB同时宣发 各种卡点1005 1314 520 极致浪漫 于田川还真是把以往各大品牌的优秀做法 来了个集中汇总展示 也是达到了商务排面低新高峰 这恐怕有些难为后续的品牌爸爸了 该如何做才能更好更有新意呢 呜呜 要哭了 而最新一期的品牌新带货排行榜 肖战不出意外的带货断层第一 达到了96.8% 这长长的红线 巨大的落差 泰拉仇恨了 真金白银的数据 证实了本次群体的庞大 路人盘的认可 以诚不争之事实 有人说 肖战之后难有顶流 还是有些道理 当然未来肯定会有新的顶流出现 但能超越肖战水平的难 你仅对强者也是财富 莫说数字事件这般的经历难以仿制 能获得巨大年龄跨度的粉丝的血爱 更是可遇不可求 仅此两点已难达成 更别说肖战身上那些独一无二的特质 综合的素质了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是 因缘际会 天选地则 时事造人 多一分 少一毫 或许就不是他 未来或许还有无数优秀人物 但肖战独一无二 一直在努力向前的他 不知何处是他的直径 但确知 路的开始是他 路的镜头依然是他 会一直相伴 初到五年 肖战终于拿到了顶级品牌代言 粉丝官宣立刻买 代言是一个明星人气实力的最好证明 越是国际大台对知名度和商业价值的要求就越高 张小斐凭借《你好李幻英》成为50亿票房女演员后 立刻有一线奢侈品牌来谈合作 最近他的人气有所回落 这些品牌就又没有了消息 所以是不是顶流明星 光看代言的数量不行 还要看他代言的产品层次如何 一般来说 想要实现层次跳跃是非常难的 但最近有一位议员 接连实现层次跳跃 代言的品牌一次比一次大 他就是肖战 肖战作为议员来说 争议点太多了 数字事件让他沉寂了十个月 好不容易回归事业又不顺 已经拍摄完的作品 不是一直被推迟上线 就是剧情遭删减 县里剧《大决战》更是把他的镜头全删掉了 虽然是因为疫情和档期的因素才删减的 但这对肖战依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按理说这样的艺人应该是处于低谷期 很少会有代言找上门 但他还就真的逆袭了 近三个月来肖战拿下的代言质量都很高 除了继续续悦的品牌之外 新增不少品类 日常食品 生活用品甚至是厨具肖战都有所涉猎 还拿下了tots的代言 成功迈入代言奢侈品的行列 但对于粉丝来说 一直都期待肖战可以拿下一个真正的顶级品牌代言 那种国际影响力超高 知名度和口碑享誉全球的品牌 那肖战能做到吗 据知情人士爆料 肖战还真做到了 未来不久就会官捐一款万表品牌的代言 这方面的爆料相来很准 而这次肖战代言的品牌是真历史 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瑞士手表品牌和普通杂牌不同 百年历史带给他们的是180项专利和自主研发的集星 全球品牌中可以进入前20部分款式甚至可以和劳力士比肩 对于肖战的代言 粉丝向来都很谨慎 但这次的消息一出 还是让粉丝止不住的激动 甚至有人称 如果肖战官宣 那么自己立刻就下单 除了这款万表之外 还有消息称肖战正在和姑赤谈珠宝代言的合作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 粉丝也很理智地表示吃瓜不幸瓜 坐等官宣 但所有的消息都不是空穴来风 无论肖战是否真的能拿到代言 这个消息就足以证明他的卡位了 其实近些年肖战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 不管他的口碑如何 路人缘如何 他演戏的态度一直认真勤勉 偶像转型去拍戏观众会天然的抵制 毕竟不敬业的偶像太多了 不悲台词靠后期配音仪式常态 耍大牌 掐点下班更是司空见惯 有点动作戏就会被粉丝吹上天 哥哥辛苦会刷满评论区 殊不知他的演技已经差到了极点 而肖战却踏踏实实演戏 用实力证明自己 演员演技是需要磨练的 一蹴而就不可能 但肖战愿意学 而且肉眼可见的在进步 仅凭这一点就不应该被黑 你觉得肖战足够敬业吗 是否配得上国际大牌 吃瓜不停娱乐波段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